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自从2006年香港女星张柏芝与男星谢霆芬选嫁后,两人的婚姻生活一直受到外界关注,虽然他们婚后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子,但不幸的是婚姻仅为直了,短短5年就走到了离婚的结局,然而近日在澳洲墨尔本的一次偶遇,再次将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,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据网友爆料谢霆芬近日被目击,在澳洲墨尔本的部落雪山滑雪,那一刻他正陪伴着年幼的儿子洛克斯一同游玩,沿见着他们亲密互动,谢霆芬不仅亲自释放滑雪技巧还跪地细心教学,全神贯注地投入在父子俩的史观中,照片中的一切让人感受到一份真挚的家庭情怀。 据该名网友描述谢霆芬几乎全程都在陪伴儿子,他儿子目前只会推波滑雪因此在绿道上颇为活跃,与此同时在澳洲布里斯本,另一名网友也惊喜地遇到了张柏芝,网友幸运地与他合照照片随即在微博上曝光。 尽管谢霆芬和张柏芝分别身处不同的澳洲城市,相距上间宫里然而许多网友纷纷推测,张柏芝可能是带着儿子来到澳洲与谢霆芬见面,才会也恰巧出现在当地。 这让人不禁回想起两人过去的爱情历程,以及如今他们作为父母的相处模式,回顾过去张柏芝和谢霆芬的感情曲折,让人心深感慨,他们存是一对分头鹤唳的鸣心情侣, 甜蜜的瞬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然而婚姻的压力和外界的关注,让两人的感情走上了崎岖的道路,最终他们选择了离婚。 虽然感情不在,但两人始终是儿子们的父母,家庭的牵绊依旧,如今他们以分居的方式生活,却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奋力拼薄,张柏芝继续在演艺圈中发展,同时也投入在教育子女的重要工作中,而谢霆芬则专注于影视事业, 同时潜心潜意地陪伴着儿子们成长,尽管两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,但他们共同的目标始终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。 与 prise梦联系 tv与定eters,尽管两人说 感谢观看